清晨 一缕阳光照在善元堂医馆门口 地上有三两片枯黄树叶 阵风吹来 秋一见能 医馆二楼 众人用早餐之计 路易说道 自从咱们来到洪业镇 都没尽下心去逛过集市 盖叔 林仪 今日你二人出去转转吧 医馆有我们三个照看 林仪温柔一笑 低声道 不用 惊吓素爱热闹 今日你二人出门转转才好 就是 盖叔放下筷子 环视着房间说道 自己人也不用隐藏 不定哪日 咱们便离开此处了 惊吓脸上浮现出一个十分向往的表情 说道 既然如此 那大人 咱们今日去街上看看 我想给我娘亲买个礼物 行 路易唇角上扬 满眼的宠溺 我也去 谢霄举手自告奋勇报名 盖叔为难地瞅着圆鱼 语气僵硬地说道 你这孩子 你又不是不知跟着天什么乱 玲玲也微微皱眉 神色不满地瞥微眼谢霄 玲玲 好吧 谢霄委屈地撅嘴 宛若没得到玩具的孩子 太好了 惊吓开心地拿起筷子 加快速度将碗里剩余米饭吃完 只想早些出门逛街 看看红叶镇的风土人情 半个时辰之后 路易 惊吓并肩走出医馆 往人多热闹之地赶去 大街上 吸来攘往的百姓 偶尔从路易 惊吓身边经过 有卖腌制水粉的 有卖经营首饰的 还有算命先生摆摊麦子的 惊吓却独独对一个卖布老虎的小摊感兴趣 站在无数布老虎面前 摸摸这只 捏捏那只 路易看在眼里 心中生气振振惆怅 尽管他忘记许多事情 但骨子里的一些习惯始终未曾改变 一个姑娘家怎会买布老虎 这可是孩子拿来玩的 突然 不远处传来洪亮而嚣张的斥责声 让开 让开 都让开 昨日有谁见过欧阳府的阿赵公子 见着带我们去寻找 倘若找到公子 我们老爷重重忧伤 你见过吗 无数百姓谈欧阳府色变 慌张地摇摇头后 赶紧有多远跑多远 路易在向该书 淋淋道歉 站在人群中的惊吓 路易对望一眼后 心照不宣地想 欧阳府大张旗鼓地寻阿赵 莫非他伤势过重 在那小山洞中步行了 而欧阳府的警衣卫们进山没找到他 路易牵起惊吓的手 二人间面色凝重地往一管走去 与此同时 欧阳天在府中暴跳如雷 只因他听柳全战战兢兢地说了一句 昨日一早见欧阳丽的下属阿药神神秘秘地赶着马车 不知去往哪里 没有阿赵在场 欧阳父子完全无主见 尤其是欧阳天因为恋而知识 早就对堂弟恨之入骨 如今看上去老实芭蕉的柳全一挑唆 他完全相信了 欧阳天瞪着眼珠子说道 阿赵武功高强 试问红叶镇除去阿药那只走狗 谁能伤得了他 柳全闷闷地低声说道 老爷 您息怒息怒 也不一定就是阿赵公子受伤了 欧阳楚抬脚踹柳全一下 骂道 你这思真够蠢的 如若不是受伤 此刻阿赵怎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盖叔很帅 挨了一脚的柳全不敢再说话 低头望着地面 一双精锐的毛子却闪烁出奸计得逞的快意 又过了一会儿 欧阳天正在喝茶之时 金一卫来报 说在袖手牙发现阿赵的随从 已经去世的就地安葬了 剩下三名活着的侍卫 均已带回欧阳府 大夫正在为他们诊治 阿赵呢 欧阳楚走上前 焦虑地问 来人摇摇头 说道 没见到阿赵公子 一听这句话 旁边的柳全转起眼珠 心想 莫非阿赵死了 不 不可能 此人心机深沉 武功高强 不会轻易殒命 明日乃双日 我得去趟公权洞 与那帮人说明情况才好再做决断 陆毅 惊下回到医馆将事情简单一说 谢霄等人一听阿赵没回欧阳府 接一联盟 倘若阿赵有个三长两短 就算恋儿拼命煽风点火 两家开战后 说不定白白便宜了欧阳丽 陆毅强压纷乱心绪 沉思半闪后说道 惊吓 事到如今 只有你再跑一趟了 惊吓微微点头 正思道 卑职也觉得 眼下这是唯一办法 谢霄不解地问道 惊吓你要去哪 不如我陪你一起去 谢媛媛 惊吓气恼地用手肘推开谢霄 静子走进善厅灶间 见没什么饭菜 便随手拿两个馒头 从怀中掏出帕子一包 大人 天黑之前 卑职一定敢回来 好 惊吓 一定小心 陆毅原本冷漠如冰的脸上 涌现着担忧 袁大侠这是要去哪 谢霄丑着陆毅离开的背影 过了许久才疏得明白过来 不屑地小声嘀咕 至于吗 在老子面前卖什么关子 就怕别人不知想你俩心有灵犀 且 谢霄依旧潇洒 就在惊吓赶往红叶山 寻找阿赵之时 欧阳府的柳全江 阿赵受伤的事情 抢先一步告诉了欧阳丽 恋儿趁吉山峰 哭诉道 阿赵不是好东西 多次垂涎切身 说不准那夜闯金月宅之人 便是他 此人乃欧阳天的左膀右臂 武功高强 日后必成大事 眼下受伤 还不如趁机 说到这里 恋儿举帕子无嘴抽气起来 说者假装无心 却正中欧阳丽下怀 他不傻 自知与堂兄之间的恶斗不可避免 何不趁天赐良机 除掉阿赵这颗眼中钉 欧阳丽支开柳全后 当着恋儿的面换来阿药 命他派人进山寻找阿赵 万一找到 就地解决 他还再三叮嘱 此事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 阿药领命离开后 恋儿哄着欧阳丽睡下 然后悄悄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守在门口的柳全 柳全一听这话 总觉得心中没底 因他觉得阿赵对整件事情 至关重要 可明日才是双日 他回家左思右想后 打算独自进山去公泉洞等候碰碰运气 古灵精怪的惊吓 再说惊吓 凭着昨日的记忆 轻而易举地寻到阿赵藏身山洞 远远地 惊吓长叹一口气 难怪欧阳府的锦衣卫寻不到他 这山洞位置太隐蔽了 太阳已经天息 阳光照射进洞中 惊吓站在洞口 因为逆光而立 他周身宛若度了一层光芒 恍如坠入凡间的精灵 阿赵正坐在甘草上闭目阳神 听到脚步声后莫迪睁开双目 望着出尘的惊吓 竟愣住了 不知为何 他自认不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之人 更不好色 可每次见到惊吓 总觉得他比上次出路的愈发标志了 阿赵公子 惊吓咧嘴一笑 小岁不跑过去 弯腰从怀中拿出帕子包住的两个馒头 献报搬成给他 你饿了吧 吃个馒头 谢谢 阿赵倒也不客气 拿着馒头便咬了一口 咀嚼几下问道 袁姑娘 这么远的山路 你就为了给我送这俩馒头 呵呵 惊吓后退两步 就地盘戏而坐 羞涩地说道 阿赵公子 您多多海涵 我 我本来是打算炒几道小菜的 可 可十三哥不让我进山 我 我就瞒着他来看看你 这是第几集 一听这话 阿赵哭笑不得 慌忙解释道 不不不 袁姑娘 你误会了 我 我不是嫌弃这两个馒头 只是好奇你为何会再来看我 惊吓怕阿赵识破自己装傻 低头拿起一根干草 放在手里把玩着说道 今日一早 欧阳府派了很多人在大街上寻你 我正好出门听见了 以为 以为你伤势太重 所以才来看看你 听着惊吓的话 阿赵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心道 这帮蠢货 大张旗鼓地抵寻我 是生怕别人不知小我受伤吗 听见阿赵呼吸声急促 惊吓慌忙抬头 惊讶地问道 阿赵公子 你 你怎么了 无碍 阿赵捂住受伤腹部 放下半块馒头 闭目运功疗伤 惊吓盯着他 心想 这次内力也挺深厚 昨日大人那一剑刺的并不浅 今日他便恢复五六成 看来大战之日 他才是最棘手的人物 我为你认为你认为有关注的 怎么办 这次呢 和你认为你认为有关注的